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的1月15号 欢迎您收看全新改版的亚太商情 近期这个市场谈论最多的 莫过于区块链了 那其实这个存在了两年多的概念 强势是站上了资本市场的风口 也是为顺应时代的发展的 我们玩TV将会从今日起正式迎来 区块链专业媒体新定位 致力成为数字金融媒体的专业传媒平台 那我们亚太商情也将会 每日来为您梳理最新最快的资讯 和您一起跟随区块链的脚步发展 拥抱新时代 那今天节目一开始 先带您来关心一组 区块链技术的最新消息 近期区块链技术 在多个国家的应用 又出现了新的进展 日前委内瑞拉总统 尼古拉斯·马杜罗呼吁 南美其他十个国家 能够使用它推出的 国家数字货币石油币 该货币作为第一个 由主权国家发行 并以石油资源为支撑的 加密数字货币 曾引发广泛关注 此前 委内瑞拉国会曾认为 石油币并不合法 而马杜罗总统则希望 加速推动这一数字货币计划 俄罗斯方面 俄罗斯总统普京 与以太坊联合创始人 以及多国区块链专家 进行了沟通 表示希望推出一个 加密数字货币计划 在金砖国家和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内 使用统一数字货币 再通过区块链和智能合约技术 实现亚洲 东欧 非洲和南美洲内 一些最有前途的 新兴市场经济体互联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去年年底 俄罗斯中央银行就提出了 为金砖五国和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 建立一个多国联合数字货币 成员国之间可以增加 在区块链和智能合约技术领域里的投资 同时 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大力支持下 进一步推动创建无现金设备 改善流动性管理 欧洲方面 爱沙尼亚独立电气系统营营商 Ellerin AS 日前联合区块链绿色能源初创公司 WePower 共同宣布 推出一项试运型项目 旨在爱沙尼亚国内测试实施 区块链上的大规模能源数据标计划 据悉 这是该国 甚至可能是整个欧洲 第一次使用匿名数据来模拟和展示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能源交易 亚太第一位是综合报道